缓缓布下救护车 哈马斯组织23号 再度释放的两名女性人质 分别是79岁和85岁的 以色列公民 在拉法过境点的埃及端 遭到释放 虽然他们的配偶 依旧遭到俘虏 但家属对亲人能平安归来 表示已相当开心 祖孙秦深 因切期盼奶奶能早日回家 23号总算盼到 国际红十字会通知的好消息 不过以色列还有200多位民众 遭哈马斯绑架作为谈判筹码 其中有名小男孩 本应开心庆祝9岁生日 现在却只能在人质营里度过 我们开始了一天 我曾经在祝福奥哈尔 每个人都可以 都可以放一笔 每个人都可以 色彩不太重要 但奥哈尔喜欢的 在伊斯莱里的颜色是红色 是哈勃尔比尔什瓦 所以我会保持红色彩 大批以色列民众 隔空为小男孩祈福庆生 外婆说小孙子欧哈德 和母亲及祖父母 都被哈马斯掳走 人民不该成为战争筹码 希望孙子一家都能早日平安归来 我们必须他们现在 今天 所以我们至少能够到十十 大海新闻 吴贵珍编译 最大海新闻 就刚才 Object 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